這算是四波Golain這方面的學習 那 我自己回去聽了一下覺得效果還 還不錯啊 管收音啊 然後 口條啊 自己覺得真的是應該 可以給 看的人 有一點就想學Golain的人一點 東西啊 那 呃 又過了幾天沒有沒有沒有播所以 現在在chapter 第二章2.5 有一點慢 進度有點慢那個 Let's go的續集都要出來 應該是 美國時間今天吧28號 3月28號要出來 今天我們再繼續把Let's go 以前推進 那上一次 基本的web server的雛形出來 那2.5章 開始要講 就這本書開始帶我們看http的header 那header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資訊是說這一次的 request 他的 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最常見的就是get 抓一個 資料 然後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能夠更新 Snipeen上面的 人渣 我先把設備拋起來 4000pull 那這一次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 點選一個文章之後他能夠修改他 post 看一下 create sorry 說錯了 要新增一篇文章 新增資料 在http的 常用的方法 因為他 我們通常都會用post 新增一個資料 OK OK所以他這邊有個列表就是我們這個server現在支援的http的相關操作 那現在根目錄就會用home這個handler 然後就顯示 那個首頁home page 然後 然後 斜線Snipeen他會 顯示某一篇 他會用showSnipeen這個 方形去處理 他的 功能就是顯示一篇 人長 顯示哪一篇文章我們後面會介紹應該會 在後面會接一個斜線id 去指定哪一篇文章 這一張應該是要帶我們做這個post 他的方法http的方法是post 他的 路徑是這樣 Snipeen斜線 create 用create snipeen來處理 謝謝 好 OK當然你要用別的方法來處理新增資料也可以 你可以在delete的時候新增資料也是可以 但是 地板有一個約定俗成的 的一個 慣用的方法 新增資料通常都用post 我上次看我自己直播的時候有一個 有一個我自己不太喜歡的點就是我的滑鼠會這樣畫post 這一畫 就會覺得這個滑鼠蠻礙眼的 所以這一次有一個點要改進 就是 減少 滑鼠的 突然的晃動 這個 講到這件事情就想到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就是 研究所 要上台報告的時候也常被我的指導教授 亮這個點 所以那個 我們那時候是用光標 是一根雷射筆 雷射筆指著白板 所以那個光標可以不要抖動 講到 多年後還是有這個習慣 在抖動 Strictly strong OK 這三個裡面 這邊特別指定用post 就是我們會去檢查說你這次的方法 是不是要post 我們只接受你的method是post的時候才處理 這個pattern 應該反過來 我們上次提到那個多工器 Maxer Maxer他會直接用 pattern就把我們對到 這個handler 那handler進來要去檢查 方法是post 是post 那才拿來 我再幫他做 新增文章的動作 OK然後他第二個還介紹了一個 http status code 我先 我先翻開 因為我的 程式嘛 已經 比較超前進度了 所以這邊我就 直接翻掉這個code 不用再寫 我自己已經寫過了 而且這個應該已經是改進 看一下 所以我會用口頭介紹為主 Create snippet就是 我們剛剛上面看到這個 用來處理新增文章的這個handle OK 然後 送一個405 Sense 405 Maxer拿了到 OK如果不是post的話 我就會送一個405 那405我自己在 作者是用直接用數字405 我自己是習慣用http 這個package就有定義各種 各種http的 Status code 有一些constant可以用 我就會用這些const OK所以他先 handler收到 Maxer 呼叫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檢查一下 requestR 記得上次我說的 在 http的handler裡面 所謂的handler就是符合 放大一下 符合這個signature的任何 function 都可以當handler 這個signature再講一次就是 他會吃一個 response writer 跟一個request的指標 然後不回傳任何指 只要符合這個 signature的 function 他都可以當作handler http 都會 接受這個 這種方式當作handler 那我們 收到 呼叫的時候 我們就在這裡檢查 你的 你這次呼叫的method 再看一下這個 method是不是post 不是post 如果不是post 我就直接回說 我就直接 回405 給使用者 405就是說你這個方法 你這次操作的方法 支援 OK 當然你這邊看到跟 這裡面不一樣 這個已經後來又refactor過了 沒關係 我們先以 書上的這個code為準 那如果是我們支援的post 那接下來才是 就是create post 那現在這個版本到這裡 就是只是很單純的寫一個 create a new snippet 的文字到 放到 頁面上面 使用者瀏覽器上就看到這幾個字 而已 OK 他這邊為了 他這邊為了demo說到底要怎麼寫 header 我們回傳給使用者的訊息主要是分兩大塊 一個是header 這是一塊資訊 然後另外一個是body body是用這個 write write這種方式把它寫進去 那通常header是瀏覽器要去解讀 那body是瀏覽器會呈現在 畫面上看到 比如說 這個頁面上 我們看到這些所有的訊息都是 放在 那個 body裡面 那他的內容實際上就是一個 HTML的 格式的東西 的資料 所以他這邊就展示了說 我們可以用w.writeheader這方式 把資料寫到 header去 OK那如果我們 整串處理下來沒有呼叫writeheader的話 HTTP 這個package會自動幫我們寫一個200ok 所以默認default 就是default就是會寫200ok 那他現在展示的方式是用 用 一個 Terminal的工具發送一個 HTTP的request 給我們的server 這個要怎麼 新增一個 OK 就第一個 已經我已經在跑 Goland 的 第二個呢 我在 可以直接在這裡 直接用他的這個工具 看一下我們的工具 有 大X可以指定 Post的方法 然後路徑是 就是我自己在這台機器的 4000這個port OK 聽4000 那我剛剛用3000為什麼可以 6、4000 你的那個路徑是Snipe 因為我的code已經 跟他的code不太一樣 這也沒有做LOG 沒有 沒有 沒有把它LOG下來 OK 他還有一個 OK我這邊 的版本是會寫一篇講文章上 可是講就是固定這樣 這樣內容的文章上去 看一下喔 這樣呼叫完之後呢 我剛剛收到的response是 303CR OK所以應該有多一篇文章吧 OK多了這篇文章 多了一個 你看可以 就是Title是這一個字 所以這個API的互交算成功了 303是什麼 來看一下 設了一個303給我 303是 StatusCR的 查一下 狀態 狀態 303 OK OK OK我知道了 我們這個呼叫是要 新增 一筆 新的資料嘛 那他社會就回說303CR的 然後呢 他還多給了一個這個訊息 Location冒號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新的資料已經成功 加上去了 那你要看這筆資料你就用這個路徑去看他 所以我們把這個路徑複製起來 然後呢 貼到 這個網址後面 就可以看到我們新增的 這一個 文章 這樣的回應是一個比較貼心的回應 還可以還跟你講說你可以去 哪裡看這新增資料 不然一般 回個200是OK的 就說你要新增資料嘛 那我就新增成功這樣子 你可以感覺到 這個回應這個是比較有溫度一點 剛剛那個回應有兩個比較冷冰冰的 OK 這樣就是 成功的post 一筆新的資料 那我們再試一下吧 因為我們前面我們不是有檢查說你的方法 request method 如果不是post 所以 我們來試一個 我沒有去get 就回405 method not allowed 好 405是這裡指定的嘛 然後那個method not allowed 這個是哪裡啦 進去看一下 進去 看一下 OK 我們拿405 Status就是那個405這個數字 HTTP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方便的 方形 就是StatusText 你可以把Status 扣405 轉換到一個文字 我們再追進去看 它是一個 應該是個array吧 然後用一個code去index它 那個array幹嘛 它不是array 它是一個 map 就把那個Status code對到 常用的訊息 像200 它就對到OK OK 405拿到allow 好 然後它就直接對到 message not 這個字 所以 使用者就會收到這樣的header Response的header 然後在 message Response的body 也加上這個一樣的 一樣的訊息 message not allow 所以我們如果用 這裡 這裡可以 我現在如果瀏覽器直接發 這個message not allow Response body這裡顯示出來 OK然後header這邊 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這個405 沒事拿得到 我剛剛的講法應該不對 這個header 看一下 來看一下它怎麼寫 OK 我繼續暫停 文表 請